在今天是金門的 823炮戰紀念日 在此同時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也宣布 明後兩天要在山東 還有這個福州 進行實彈演習 那這個部分 我先前要亮個 我很快先問一下 這個是例行性的演習吧 不至於是戒選吧 戒入 或是剛好在823 對台灣有影響 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嗎 有什麼意味 我覺得這個還是 對LINE反制的 還是那一波 是喔 還是那一波 因為它那個軍演 因為東部戰區的軍演 沒有實彈 也沒有飛彈 也沒有實彈 那大家都以為就這樣結束了 對啊 不是嗎 表示還沒完 還沒完 這一次他對賴清德的出訪 他是全方位的反制 包括本來是東部戰區對不對 那後來就到黃海那邊去了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宣佈那個芒果嘛 對 禁芒果 然後朱鳳蓮也對ECFA 就是follow那個商務部 那個貿易壁壘調查的邏輯說 如果不公平他也要跟進嘛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外交 中美洲議會 那台灣被排除嘛 所以他是全方位的 軍事經貿外交 對 然後本來以為 軍演大概就是 僅止於這個繞行台灣嘛 跟那個文工嘛 那沒想到 實彈還是來了 那這一系列下來不是助攻賴清德 會不會啊 他們不是這樣在思考的啦 我認為他們大概就已經把 我也不要說他把賴清德當作 總統在執行了 倒不一定是這樣 我覺得他是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他這次的演習事實上 因為他每一次 對台軍演都有不同的內涵啊 像佩洛西那一次 他是設定六個飛彈區嘛 那也針對防範美軍進來對不對 那第二次佩洛西 他事實上那個就是真的在佈局 做那個 要打台灣的 該有的一些軍事的佈局 他都演練了一次 包括那個北京在演練彈早點啊 雖然是用模擬的 然後南部戰區 山中建都開進來了不是嗎 那這一次啊 這次很詭異啊 因為他新聞稿之後 四個小時就開始軍演 他沒有宣布時間 那也沒有宣布範圍 那到 到現在看來 如果軍演都還沒結束 因為他沒有講什麼時候結束啊 他凸顯的意義是什麼呢 凸顯的意義就是隨時能打 他凸顯的意義就是隨時能打 那隨時什麼都有 就是這樣 所以我還是會把它理解為 是隨時能打的項目之一 大概是這樣 而且他這次連西南海域 軍艦都過來 他四個小時之後就出現 45架軍機 然後9艘軍艦 然後航行的包括東南 西南 全部就 他就隨時就來了 就這樣 然後超越中線是27嘛 對 對就是這樣 好 隨時能打這很可怕好不好 然後剛好在今天 林傳媒的最新民調 做了這一個選項 我們一起來看 請您對於台灣跟中國之間 三年之內可能存在戰爭風險的擔憂 有多高 4成3的民眾擔心三年之內 兩岸會開展 56.44%的民眾希望趕快吧 兩岸對話好不好 和中國大陸對話交流 好我們看到呢 所以在金門的侯友宜 就拋出了他三個心願 還有六大主張 他拋出了他的和平宣言 同時他支持要蓋金夏和平大橋 而且他說是在國安無語的前景之下 支持金門推動公投 如果多數居民支持 競速和對岸協償 啟動評估金夏和平大橋 工程的條件和可行性 同時他還提到了 新三通等等的相關主張 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郭台銘也在金門較勁 他今天報紙一翻開 三大報登廣告 同時還雲諾會砸2300萬美金 來建設金門 可是在今天早上 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其實也出席了 823的追思活動 而且跟侯友宜是同台的 第一時間我們看到的新聞是說 只有點頭致意 可是後來發現 不對 總府發了新聞稿 而且還特別澄清 他已經強調說 嗯 兩次 跟侯友宜有兩次互動 那其中一字還特別 跟侯友宜說 你辛苦啦 好不好 好 那到目前為止呢 我先請教這個巧欣 因為金門 你知道今天也是應景 也是這個氣氛下 那侯友宜到目前為止的動作 還有總統府是不是有點妙 823炮戰呢 對中華民國來說 是近年來唯一一次 真的有跟共軍這個交戰的經驗 那我自己的家人喔 就是也有上823炮戰的戰場 我的外公 那但是呢 我的外公跟他的弟弟 一起到823去作戰 我外公回來了 但是他的弟弟沒有 所以這件事情成為我外公 他一輩子心裡的痛 所以在很小的時候 我外公他就離開了 因為他心裡就是打不開這個結 他覺得他沒有保護好他的弟弟 在這個戰場上 講這個故事是要讓大家知道 戰爭跟和平之間 我們選擇和平的重要性 以及防止戰爭來的這一天 那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很多人講說要戰啊 這個老公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跟他戰 可是你知道嗎 真的上了戰場之後 那種就算你生還回來 你的家人不在了 那種在你一輩子的創傷 以及你後代子孫家人身心上面的創傷 那是難以抹滅的 所以我們才一直認為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錯誤 以及對美政策錯誤 讓台灣變得逐漸烏克蘭化這件事情 在2024年我們要設下停損點 讓他停下來 甚至連蔡英文或許都擔心 萬一賴清德當總統兩岸開戰怎麼辦 因為總統府很少見很罕見的 第一個跟侯友宜站這麼近 在823炮戰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還點頭致意還發新聞稿 這個是很少見的 民進黨對 而且強調兩次互動 蔡民進黨對國民黨 從來 蔡清德站在哪裡啊 沒有啊沒有啊 他沒有去吧 蔡清德沒有去啊 對啊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也不是說什麼蔡不蔡英文 這叫什麼 美國的看法 因為呢823炮戰 他在這個民進黨執政底下 他被凸顯起來 是近年的事 過去徐家欽 大家記得嗎 在政論節目上說 823炮戰 是你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事 跟我們台灣人沒關係 不要扯到我 欸我對這個話非常生氣 那時候我好生氣喔 因為我們家人就打823 我覺得我們是 在為中華民國保家為國 都犧牲這麼多人 你們怎麼可以這麼冷血 也講出這樣的話 但那時候的民進黨 他們的態度就是如此啊 而且過去一向如此啊 一直到蔡英文當選總統 然後完全聽美國的 做美國的小妹開始 那美國就認為說 823炮戰對於中華民國 有一個重大意義叫什麼 自己保護自己嗎 在跟老共如果真的有一天 要到作戰的階段的時候 中華民國有沒有保護自己的決心 跟能力 上戰場的是誰 我外公我外公是什麼人 中國人 中華民國的國民 湖南以前的老兵 是我們自己人在打嘛 所以美國人要透過823炮戰 告訴我們什麼事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去凸顯 823炮戰 透過藉由蔡英文的手 如果今天兩岸開展抱歉 是你台灣人自己上戰場 美國人在後面 我們頂多幫你出謀劃策 頂多你跟我買武器 我賣給你 錢還是要付的 利息還是要還的 但不好意思 上戰場 流血 流汗 流淚 失去生命的 還是你自己要保家衛國啊 所以在蔡英文 她開始當選總統之後 去聽了美國的 她才開始 明天講才開始重視823炮戰 才沒有 徐家欽那種言論 所以在今天這個 這麼重要的場合上面 她看到的 不只是總統去追思823 她還代表了 某種程度美國的意志 那美國是怎麼樣選擇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在幾個候選人裡面 美國 他對於柯文哲不太信任 因為就覺得說 搞不太清楚你這個 柯文哲他比較靈巧一點 這個他們搞不太抓 捉摸不定 我覺得美國對柯文哲的看法 叫做捉摸不定 賴清德呢 FT金融雜誌有寫的 2000年到2008年 陳水扁troublemaker 擔心賴清德重演 對 那相對來說 侯友宜比較穩健 所以你從這一張照片裡面 以及總統府的新聞稿 其實看到的 不只是蔡英文而已 看到是背後美國的影子 當美國真的要出手的時候 可能就是往這個方向去的 那當然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覺得我們中華民國選舉 關美國人什麼事 我也覺得不關美國人的事 我只是在分析 還是由我們中華民國國民自己決定 但從我們中華民國國民的角度來說 我們現在不再管美國了 我們剛剛是評論蔡英文 所以提到美國 但對我們來說 823炮戰 大家流血 失去了生命 換來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的叫做紀念和平 是823炮戰之後 到現在為止的和平 我問大家 要讓它斷掉嗎 要讓823炮戰重演嗎 甚至要讓它擴及到台灣本島嗎 要讓台灣烏克蘭化嗎 如果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做得不好 導致風險提高 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未來嗎 這是我們希望 留給我們下一代的土地嗎 我們看到澤倫斯基很帥對不對 烏克蘭很帥喔 各地演講到好多地方去演講 那他的子民呢 那烏克蘭人民呢 在當難民 那他們的家園呢 被這些炮彈無情的摧毀 只剩下澤倫斯基一個人的烏克蘭 算什麼國家 我真的講 只有總統一個人 底下人民流離失所 這算什麼國家 如果中華民國有一天 總統屹立不搖 到處世界各國演講 而我們都不在了 我們的家園被摧毀了 這算中華民國嗎 所以保護人民才是最優先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 維持一條穩健的道路 從金門開始 一直延續 整個中華民國 我們要選擇的 2024年戰爭跟和平 說真的大家開始 以前認為會發生戰爭的兩三成而已 現在你不要想說還是有五成認為不會發生戰爭 已經曾經黃金敲叉過 而且現在開始都在誤差範圍內 認為這幾年內可能會發生戰爭的人大幅的增加 三年內就在眼前 所以這是來自於民進黨的兩岸關係 跟對美關係掌握得不好 不精準大家的擔憂 而如今 不只我們自己人擔憂 連美國人都擔憂的時候 那真的 台灣會走向烏克蘭 我們千萬要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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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